長洲有位勞校長 見有一個吸了毒發狂的人 拿著把刀周圍走 怕他衝進這間學校 於是落閘見了學生之後 再找一輪雷球棍和校工 走到門口希望做把手 老實說真的有相當危險 固然校長的而且很英勇 校工也意話不說走去幫忙 但是是否一個最好的方法呢 當然你可以說這麼危急的情況下 能幫得到學生就幫了 但是老實實 狂徒又未只是衝到來 如果衝到來你是否應該躲起來 還是應該衝出去呢 還是反過來他衝進來了 連閘門都頂不住了 你才去擋住他 這個當然是在馬後炮這樣說 似乎真的有相當的危險 但是增加值得我們去認真思考的問題就是 當我們一窩蜂這樣表揚 校長這麼英勇的行為的時候 下次如果真的遇到類似的情況 你猜他會怎麼做呢 我們應不應該用這種態度 去表揚他英勇的行為 還是應該嘗試都要想想一些解困的方法 沒錯校長是英勇 但是下次如果再遇到這樣的情況 應該怎麼做都可以找一些專家說一下 又或者不要說這位校長 如果有另外一個校長 看完這宗新聞之後 他遇到這樣的情況 他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教學生呢 這些就是解困新聞學的精神了 最後其實大家更加需要留意的 對我來說 反而是 這是一個吸毒狂徒的故事 吸毒狂徒的新聞 那會不會我們更加需要留意的是 當大家好像沒有這麼關注香港吸毒問題 日趨嚴重的時候 我們不如看回這宗新聞 再去找回 其實究竟現在 在離島區 在全國香港 吸毒的情況 特別是在中年人 或者是在上班的人 究竟情況有多嚴重呢 要選擇 要選擇 接著 要選擇 選擇 我們 愛